接下来我们要计算时间函数 这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是我们先到先服务 然后我们写一个程式来计算流程时间 SOT写一个程式计算流程时间 然后随机写一个流程时间 然后最晚到的先服务 叫Let's come first of先服务 然后计算流程时间 这两个排序的方法我们待会也会讲 我们在第四讲有预先先讲的那两个程式的写法 我们待会再看一次 各位注意到左边这个流程时间你写了几次? 六次,所以是重复了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写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六种方法都呼叫 排序完之后呼叫相同的函数 所以就可以减少重复 所以这个是要跟各位讲函数的概念 好,那因为这个延误时间跟流程时间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们在同影片里面 里面的这个同时讲这两个概念 那我们前面讲的是流程时间 那什么叫延误呢? 延误就是说你要看你的完成的时间 跟你的交期之间的差距 你五天后要交就你三天前就完工了 对不对?所以三减五你还有-二天的 所谓的这个空闲时间 或是差额时间 所以你会不会延误?没有 那这个指令什么意思呢? 这个指令就是-2跟0取大的那个数字 答案是0 反之如果你的流程时间是7 然后你要求交期是昨天 六天 所以你延误几天? 7减6就会一天 那9减7延误2天 这个延误6天 这个竟然延误了14天 所以这个呢是先到先服务的平均延误时间 就是把这数字加起来除以5 平均是4.6 各位注意到这是0 也要加在一起 好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呢 你怎么去算呢? 流程时间呢就是把你的处理时间的第一行做累积核 所以得到你的A的 这个是流程时间的 然后你延迟怎么做呢?延迟呢就是根据这个延迟是什么?延迟就是你的流程时间 然后呢是一个0矩阵 然后取最大的 好那这个Python的这个程式怎么来写呢? 所以首先第一个这个是你的流程时间 第三行 减掉第二行 是这两个 所以这边是一个行的矩阵哦 那这边为了保险起见 各位注意到我们用了一个指令叫Reshape 然后A的长度 A的长度目前有5张订单 所以这个长度是5 也是一样哦 不要写5哦 要写A的长度哦 好然后这个是左边这个地方 然后右边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A的长度5 1哦 那这是一个零矩阵 好所以这个是右边这两个 然后呢你要取最大的时候呢 记得是要用LunPy 然后呢 逐笔 逐个栏位 来取它的最大字 所以它就得到0 1、2、6、14 所以你看这样写出来的这个程式呢就很漂亮哦 记得不要用Fall looper 好 然后平均呢就是这个的和 我们大家会看到哦 这个的和除以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订单的账数 好 好所以这个呢是你留存时间一个性能指标 另外时间呢是看每一张订单的延误 还有它的平均延误 这个是另外一种性能指标 那我们前面强调过的这个要看你的实际的用途决定你的性能指标 好比较一下哦 这个后到先服务呢 就是我们这个第四讲的 就free upside down 把这个矩阵 然后随机呢有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 different 所以它的指令是浪拍点random点permutation 好是排序的意思 随机排序 好所以呢我们到会看了这个这个结果哦 现在这个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留存时间 平均留存时间跟平均原物时间 那我们前面讲过呢 我们这个目标呢是越小越好 所以在某一种程度呢 代表速度 这是生产作业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服务业也是一样哦 你要想办法呢 你的这个送餐的时候要越快越好 好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呢 这个哪一个最小 答案是7.2 对不对 它的流程时间 然后呢 平均原物时间呢 有两个最小 一个是SOT 一个是EDD 不过我们现在是先看 平均流程时间的这个指标 这个是顺便一看的 看一下这样子 定理 定理就是所有的情况底下都会对 这可以数学证明的 那我们这边不会讲证明 我们讲一下概念 各位要知道这个结果 就是说 在一台机器上面 然后你要最小化你的平均完成时间 然后你要最小化你的平均完成时间 这个最短处理时间呢 是最佳的 有N个工作 那有人说呢 这是一个排程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这个证明呢 可以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学校有这个电子书 第五版2016年 这个排程 这个是大概 通常是研究所在工艺工程 叫一学期的课程 那它利用的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交换叙述 也就是说呢 如果不是 然后你可以交换一下 找到一个 总完成时间比较短的 那它的证明是这个样子 这证明非常的短 所以描述一下这样的概念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那看不懂可以问老师 那不过呢 我们要强调的是 所谓的定理呢 是对所有的策略哦 你不需要再去找其他所有的可能的排列组合 如果你考虑这个性能指标 你只要用这个策略一定是最佳 这是定理的意思 所以这一种结果呢 当然需要值得去了解它 因为它跟我们讲是最佳 你不用用暴力法的 暴力法很慢 我们用排序一下 排成SOT 然后呢 算一下那时间 就一定是最佳 这不是很美妙吗